这就是一颗超市里常见的那种大白花 很普通的花 但是它的表现却十分惊人 一点都不普通 我们一起来看看它都有哪些惊人的表现 第一个惊人之处 它新出了一个花芽 新出了一个花芽有什么可惊讶的呢 听我慢慢道来 今天是10月27号 是我这里春季的第二个月的最后几天了 从超市买的园艺蝴蝶兰当中 多数的花芽都是在秋冬季出 在春季出的就比较少 所以它出花芽的时间 就已经显得有点与众不同了 再另外呢 它有老的花梗 也还有花没有完全写完 绝大多数的蝴蝶兰 在前面这批花卸掉 通常是会转换成营养生长模式 也就是开始长新的根和叶 并不会马上出新的花芽去开花 所以这一点 它又没有走常规路线 在花快要卸的时候 它是选择继续开花 不仅出了新的花芽 看这个老花梗的尖端 还往前长了一截 它是什么时候往前长了这个小截 我都没有特别注意到 因为它的花快卸了嘛 我正在想着说 要不要把这个花梗剪了 所以最近也没太注意它 今天突然发现 下面长了这个花芽 也才注意到尖端往前长了一截 尖端往前长这一截的意思 就是尖端要续花 我们知道蝴蝶兰的花絮轴 是无限花絮轴 从理论上来说 它的花絮轴 可以一直往前长 当然实际上 是不可能无限往前长的 长到一定长度 它可能就攻不起了吧 就停了 说到这儿 好像还不是十分惊人 但如果再看一看 它的老花梗呢 连续三次续花 连续三次续花 本身就已经有点惊人了 如果再叠加上 刚才的那些表现 有没有觉得挺惊人的 它的这些表现 让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惊讶 我们知道蝴蝶兰的生长 分两种类型 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 这两种生长呢 相互之间还会抑制 所以一颗蝴蝶兰通常的表现是 开花一段时间 停下来 长长根叶 然后再开花 但它的表现是 开了第一次花 没停 接着开第二次 第三次 现在马上进行的是第四次 而且这第四次的表现 还前面还不一样 是新出一个花芽 同时老花梗继续往前续花 这样的表现 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 前不久呢 我倒是给它泡过一次肥水 但我给的是生长肥 也就是促进根叶生长的肥 因为我是觉得 它的花反正也快卸了嘛 就开始给它点根叶肥吧 但结果它拿到肥之后 还是要去开花 当然同时也长了新的根 所以它的这个表现 让我怎么说呢 它要开花 它要长根叶 也真不在乎 具体我们是给了它什么肥 它要长 它自己就会长 虽然蝴蝶岩有共性 但是这个个体差异 也还真是挺大的 同样的养护 它们的表现千差万别 这颗现在用的主要是 桃粒和珍珠岩 在盆面上面有一些树皮 盆里有一些老根已经不行了 不过它也在长新的根 这样就没关系 我也不打算现在换盆 去处理那些烂根 就让那些根在盆里就好 这些不好的根 在盆里分解之后 可以给新长的根提供营养 这也是一种新陈代谢 在自然界中 这个很常见 蝴蝶岩的根 根龄超过一年以后 就会变得不太好 我这颗它已经连续开花 开了这么多次 想想它下面的根 时间也不短了 虽然看起来这颗在长花芽 开花期间 也可以长根和叶 但毕竟因为开花嘛 并不能那么专心的 去长根和叶 根和叶变得有点不是那么好 这个可以理解 毕竟开花 也是一个比较耗费能量的事 有一些老的根 为了开花 可能就做出牺牲了 对这颗 我原先的计划 是打算把这祖孙三代 的老花梗剪掉 让它在这个夏天 好好修整一下 好好长一长根和叶 之后的秋天 再重新出花芽开花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既然它已经出了新的花芽 自己决定继续开花 那我就由着它吧 看看它能折腾到什么时候 至于它是什么时候 长的这一号花梗 我是真忘了 因为它就是一颗普通的大白花 我并没有特别上心 不过我倒是记得 自从一号花梗开花之后 它在开花的路上 就没有停过 即便同样是经历 我这儿的冬季 有一些花会因为冬季低温 发生冻伤 或者生病 但我感觉它依然在生长 只是冬季 生长得稍微慢一些而已 也就是说 相对的来说 这颗大白蝴蝶兰 更扛燥一些 对于我们养护者来说 也就是这颗 更好养一些吧 它被放置在架子的顶部 有点高 平时我对它的关注是比较少的 它就自顾自得站在高处 自得其乐地生长着 这个位置距离窗比较近 花和整个植株 都倒向了光比较强的那一侧